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TAIMX 又看了一个报告,就说Dyson的就冬子了 这个特约 这样之前全部被套的朋友呢 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我们来看回之前 他在这边的时候 大概是在2块7,2块8的时候 就一直的被打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几个好像是LIMIT DOWN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里面 大概是在 3,4毛钱的时候 5毛钱的时候就这边 就弹上去 很多人又去JET DOWN 因为很多这个SENDET反弹肯定是会发生的 再加上呢,很多人觉得便宜 他以前股价是2块7 现在是几毛钱,是很便宜嘛 就很多人涌进来 抓反弹,想反弹 这样的话,这种股的话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卖出去 去持有的话 现在就全部被套了 他股价现在大概是两宝半 对比之前2块7的差不多 跌了90%以上 是很便宜的现在 但是老实说 如果生意没有了 未来的成长没有了 就最好不要去JET他 除非他跟你说 他又找到新的 Supplier 而大家也知道 在这种环境之下 科技股呢 很多都是生意不是很好 我听到很多消息是说 很多工厂呢 都是开始要把它的 有Digestion都是开始下跌 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这些EMX的股 所以这个现在很便宜 但是也不要去接 所以有时候要结合这个 基本面分析 不可以只是一次看这个技术分析 来做一些交易 当然这个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我只是想说 股价有时候不是便宜 你就可以买的 谢谢大家